大家好,今天熬一个老虎亮汤五指茅桃排骨汤 所需的材料 熬汤先处理排骨 排骨放入冷水中去煮 彻底的去除肉腥味 超过水的排骨去煲汤 可以让汤质非常清澈 水开后撇去浮沫 开后排骨再煮一分钟 排骨捞出 超过水的排骨我们再用清水清洗两遍 排骨直熬水这一步特别关键 可以让熬制好的老虎亮汤特别清澈,甘甜 我们把煲汤的所有材料都放入沙包里 煮至茅桃排骨汤 带着淡淡的椰香的味道 再加两升的清水 放炉子上大火煮 煮开后转中小火 煲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味道甘甜,健脾,去湿 你也试试吧 欢迎点赞,订阅,转发,留言 谢谢